上摩帖聊飞盘 两国小老师被桌间不起诉 世界男女偷情的理由真是多 这次竟然是聊飞盘 新北市一名在国小当教务主任的蔡姓男子 去年底娅跟妻子说要去看学校飞盘队比赛 妻子外出却撞见 蔡能搭上在别校担任总务主任的郭姓女子坐车 蔡姓觉得有鬼 搭计程车一路跟踪 发现两人看完飞盘比赛后 居然开到的树林区贝尔宋汽车旅馆 妻子气炸了 马上打电话报警 警方破门逮人 但抓奸时间不对 只见蔡姓衣衫完整正在看电视 郭姓在浴缸泡汤 妻子能录告通间 检察官开庭时两人否认犯刑 蔡姓表示两个人 哦哦在车上聊飞盘比赛了 聊到欲罢不能才去汽车旅馆 郭姓因为丢飞盘出了一身汗 所以先去洗澡 检察官谁认为 蔡南郭女行为可疑 但因无相关事证 所以不起诉两人 动新闻新北报道